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逢星期一到五晚上六点 焦点短打 我是港人港地的执行总编辑 许兆基 在刚过去的星期日 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 在国家宪法日座谈会上提到 需增强港人爱国精神 只有完全彻底摆脱殖民统治的影响 宪法意识才能真正深入民心 而港人也必须自觉 尊重和维护国家根本制度 骆惠宁主任所指的 完全彻底摆脱殖民统治的影响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行会召集人 新民党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提到 政府是应该加快法律适应化 例如释法事件 揭示了现行制度只要法庭批准 没有本地全面执业资格的海外律师 就可以处理国安法案件 反映制度适应化是未完善 至于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 经民联立法会议员梁美芬则表示 关键在于改变港人意识形态 例如至今仍然有人崇拜英国国旗 又指出本港法例上有不少条文 含有女皇陛下和英军等字眼 需要加快删改 对于尚述两位专家的意见 本人是十分之认同 在我来说 完全彻底摆脱殖民统治的影响 也就是坊间所说的去殖化 其实就是指特区政府有责任 全面检视所有港英年代 英国人在香港留下的种种制度 好的 运作畅顺的 行之有效的 而且仍然适合当今国家要求和社会需要的 当然就需要保留了 但是一些某程度上已经不合时宜 甚至是根本没有需要 或者是不适合在香港维持的制度 特区政府就很应该检讨研究 是不是需要更改了 举一个大家近日都耳熟能长的例子 在香港没有全面执业资格的海外律师 只要获得高等法院批准 就可以来香港打官司 有关制度 事实上是不是仍然必要呢 本身是资深大律师的行政会议成员 汤家华日前在报章赞文指出 容许非本地律师参与审讯 有关的制度是可以追溯到 回归前的法定执业安排 他表示 在香港大学成立法律系之前 所有香港的律师 均需先在英国本土取得执业资格 导致香港法律人才贫乏 汤家华益述 他在1975年学成回香港的时候 只有不足100个执业大律师 和8个御用大律师 及后当香港人 可以在本地取得执业资格之后 为了保护本地律师 法例规定 除非得到法庭特许 外国律师是不得在香港执业 尽管如此 因为本地律师资历上浅 人数不多 在处理一些重大案件的时候 一般都会聘请英国御用大律师来香港代表诉讼的双方 然而时尔西役 今日香港已经有超过1500名大律师 以及103名资深大律师 其中是不乏相当高质素的大律师 唐家华直言 半世纪前的安排 回归后的今天 是否仍然适合 值得呢? 上阁的 记得我之前也曾经提过 包括澳洲 新西兰 印度 马来西亚 新加坡 南非等的英联邦国家 其实早就已经不再容许英国的大律师 去到当地出庭 香港法律界选委马恩国指出 之所以有这样的安排 是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尊重自己的司法独立 落实法治独立的政策 以及显示对本土培养的法律人才有信心 评论说到这里 我认为情况已经非常清晰了 容许海外大律师来香港出庭 似乎就已经失去了昔日的作用 更有可能是和培养本土法律人才的理念背道而驰 特区政府实在有必要尽快检视相关安排 适时修订相关法例 另一个我认为值得检讨的是 终审法院邀请海外法官的安排 基本法第82条定名 终审法院可根据需要 邀请其他普通法适用地区的法官 即是海外法官参加审判 故此我绝对尊重现在的安排 但是大家也要留意 基本法的说法是终审法院可根据需要 而不是必须邀请海外法官参加审判 问题就是 香港是否仍然有需要海外法官参与终审法院的审判呢 毕竟要参考其他普通法地区 甚至是欧洲人权法院的案例 不用海外非常任法官 也都已经可以做到 而在今时今日的国际政治情势之下 海外法官也可能会出现双重效忠的问题 这个安排是否需要沿用 绝对值得终审法院研究 最后就是关于双重国籍的问题 我们都必须认同的香港居民 可以拥有双重国籍也好 今天也是时候去作全面和详细的检讨 如果怕全面执行其实早已经在香港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 会引起太大的震荡 不利香港发展 那么特区政府何不先由首长级公务员做起 硬性规定首长级公务员不得持有中国国籍以外的其他国籍呢? 这个要求对新高良准的首长级公务员而言 肯定不算过分 我认为完全彻底摆脱殖民统治的影响 肯定不是指要日到日放弃所有旧有的制度或者安排 好的东西当然可以保留 中国人处事一向讲求因时制宜 同时也要因势利道 既然去植化是中央对香港提出的要求 那么我们就不能亦都不应违避了 必须尽快检讨和隔除 现在在香港仍然存在的各种殖民统治的影响 取其精华去其租泊 大家认不认同这个观点呢? 欢迎留言发表你们的看法 今天的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留言赞好订阅和分享给朋友 逢星期一到五晚上六点和大家焦点短打 我们明晚见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